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公啊 我们这次啊 是为服私访 我们一定要 要看看佳玉在北京 到底是过什么样的生活 打当一下的 没错 这次我们一定要把钱给要回来 你听到没有 他们说要去要钱 要钱 你看 我说得没错吧 正好一定是去赌博了 快去快去 好 掩护我 老公 你看看 这个窗台怎么看起来 它可以为了你佳玉的胃油使唤 你看 这窗台 摆一堆大帅干什么 北京人避邪用的 避什么邪 这慢慢锁 来来来来 我觉得我们这种行为 有点可耻 还有 箱子 箱子 快点快点 上那边 快点快点 爸爸爸爸 你看你看你看 赌博的证据 一定有签条 赶快走 赶快走 快点 来 这好吃了吗 没有 来 这不是家一爸妈吗 是是 那个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没有人 所以我们就进来看看 这小两口屋子乱的 所以我们帮忙收拾收拾 姐 要怎么收拾屋子呢 来 你们是来找我嫂子的吧 不是不是不是 我们就来看他们小两口的 既然来了 我嫂子在店里边 我 我拎你们去 不用了 不用 不用麻烦 不用麻烦 都是家里别客气 来 请请请 请请 请请 麻烦了啊 好好 哎 哎 他真的可以留咱们三个月补偿金呢 我就说吧 他这种人啊 根本就没有胆子上法庭 你 你太厉害了 知道了吧 以后任何事情都要找我商量啊 我错了 沈老师 我错了 请不要忘记您的补偿进去 这是一笔意外之材啊 我们庆祝一下吧 好啊 走 来 请请请 请 好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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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呀你 快谁带来了 来 亲家来了 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 你看我什么都可以准备 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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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睡 早睡 没吃饭哪 快不吃后睡 倒水 倒水 坐坐坐 你们这回来是 我是来看看他们小两口 锅子怎么样 不 我们还有一个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来旅游 旅游啊 真太好了 正好最近一段时间呢 我还不是特别忙 我陪你们玩 让我也尽尽地主之一 就玩得是不急 是说时间也差不多了 正好该下班了吧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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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间都差不多了 到饭点了 大家都问哪 这好哥还能去欢乐送吗 什么 什么欢乐送了 送外卖啊 您是不知道 我们好哥送外卖 都送出名了 这周围的大爷大妈 都特喜欢他 这 真好送外卖 那 他 他不是要上班吗 他怎么送外卖啊 好哥就在这儿上班啊 您猜我干吗呀 现在不生气了吧 谁说我不生气啊 我发财了 我买的时候 才两百八十块钱一克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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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妈 爸妈 你们怎么来了 这么突然 你们俩都是挺高兴的 怎么了 你干吗那个表情啊 要不是今天 新远栽的小伙计 说漏了嘴 我还不知道 你失业了 我给你们切点茶去吧 妈妈 我来吧 我不可 叔叔阿姨 这次来就多待几天 我陪你们出去转一转啊 不用了 让真好陪我们吧 反正他现在失业在家 闲着也闲着 他 他也不是失业了 就是在寻找更好的工作 是这样子的啊 真好 那你下一份工作是什么 你准备在哪儿高就啊 暂时还没想好 我就知道 其实 前一段 还是有两家公司来找过我 公司也 也还不错 就是给推了 为什么 你看啊 第一家 老让我出差 恨不得一周就出去两次了 他在家我也不放心 第二家呢是 离 离这儿 有点远 所以我就想 钱挣了再多 其实也 也没什么意义啊 问题是你没有收入 你们两个的家庭生活怎么办 妈 我不是为了钱 我是真的担心真好的工作 妈 先不用担心我 这边所有的困难都是暂时的 无能应付 可是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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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谈这个 不谈这个 对了 我们这趟来啊 也还是在想旅游旅游 嘉宇啊 这个 上次你带我们去的那些地方 还有什么地方没带过我们 我们还想去啊 好啊 我看二位不如今儿晚上 就我们家住吧 你看这么晚了 那明天再去酒店 不 不打搅了 不打搅了 等一下我们还是回酒店吧 不 我要住在这儿 这不就传说中的四合院吗 我要体验体验 好好好 你们住我那屋 我跟我女儿住 打扰了 你看您这话说的 你打我干什么啊 干嘛打你 我打蚊子嘛 老公 这什么鬼地方啊 这就是那种传说 要绝版的四合院 哎呦 到处都是蚊子 难过死 你怎么睡嘛 你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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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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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知道 我去虫带 我让你带个啥虫子 来来来 你帮我闪啊 来来来 嗯 二位昨天没有睡好吗 睡得很好 住在这里 总比住在那个高楼大厦 要亲近多了 对 亲近多了 来来来来 尝尝我做的鹅仔煎 我跟你说我现在做的鹅仔煎 超好吃的 我证明 特别好吃 嗯 一天哪 能卖出去好几十份了 卖 对啊 现在新远在很多客人 指明要吃我做的鹅仔煎 哎 不过呢 我们只外卖 那个招牌上打广告的 就是你做的 是啊 我的意思是 你嫁来北京 手艺变好了啊 佳玥啊 嗯 我想要上化妆间 要上洗手间啊 可是真好在里面呢 那要排队 不然这样 我带你去外面上 走啊 走啊 来 走啊 走啊 来 就是这里啦 啊 怎么了 这 这味道这么大能上吗 这会不会太原始太落后了 对啦 对啦 是有点原始啦 不过在这里大家都这样子的啦 没关系啦 妈 你将就一下 快点 上 上 上 佳玥 你 你现在的生活是这样吗 你变了耶 啊 以前要求生活精致 讲究品位的陈佳玥去哪了 哎呦 妈 有那么夸张吗 不过让你上个公厕而已嘛 对啦 是有点简陋啦 那个味道也不太好 但其实里面也蛮干净的耶 我也不常上啊 要不是今天家里卫生间满了 我也不会让你来上啊 好啦 好啦 你乖啦 快点 将就一下 乖乖乖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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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您来啦 吃了吗 啊 哦 他们这边的人是这样打招呼的啦 哦 吃了 你快进去吧 要纸吗 哦 要啊 谢谢 谢谢 大神 今天什么菜好啊 这个好 这什么啊 菜新啊 我看一下 谢谢 新鲜吗 哎呦 太好了 早上起来的 十三块钱一斤 十三块太贵了 十块啊 哎 你买得多 我给你便宜 我觉得这 这 这 这个 妈 这个太需要 那好有趣哦 这个 你好 这裙子怎么卖啊 三百八 三百八 太贵了 你给我算便宜一点好不好 这个是泰国纯手工的 喜欢给您三百 那哪一家都售纯手工啊 妈 换我看啊 好 小姐 我继续看一下好不好 可以 来 请进 好的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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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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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啊 哎 别急啊 别急啊 哎 哎 小心点 哎 哎 没关系 有下一班 啊 那边 走了 走走走走走 哎 妈 我们回来了 回来了 哎 这大包小包呢 嘿 我带你们去买东西 顺便给你买一条裤子 哎呦 还惦记着我啊 这孩子 老公 哎 您帮姜鱼把东西拿来 来来来 谢吧 好好好 妈 坐吧 坐 快坐着 谢吧 走 回到哪儿玩去了 我带他们去逛了动物园 然后还去市场晃一晃买一些菜 去市场干嘛呀 那又不是北京的旅游景点 我想让他们看一下北京的侧面嘛 我带他们去的地方哦 旅游书上面不会记载的 那倒是 我去做饭了 不用不用不用 家瑜做一做一做 哎呦 累天了 喝水喝水 好好好 不用做了 今天咱出去吃去 去那个东北顺 北京最好的顺羊肉 不用了啦 我们在家里自己做饭吃就好了 比较经济实惠嘛 不好意思的你 大家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 我们自己人啊 不用在乎外面那些虚荣 出去吃饭就叫做虚荣了 不爱慕虚荣是一种美德我赞成 但是一个人怎么能够把自己的日子 越过越差以后 然后再自欺欺人说 这叫做不爱慕虚荣 你们说是不是 对 您说得对 那咱就出去吃 可不是吗 如果所有人都爱家吃饭 那我们餐饮业不就倒闭了吗 妈 自己在家里做饭吃 怎么叫做日子越过越差啊 在家里做饭吃很卫生很健康啊 更何况这么多年来 你不是一直都亲自下厨的吗 是 我是亲自下厨 可是我不想下厨的时候 或者是我开心的时候 我会开开心心带着全家人去吃大餐 去享受一下大饭店的气氛 我有选择 你呢 算了 我也不想再说什么 亲家 真的很抱歉 我有点不舒服 我等一下还是去住酒店好了 您没事吧 对啊 哪里不舒服啊 没什么 我这是有点累了 那您二俩还是住我这儿吧 您住酒店离我这儿远 你身边没跟人照顾 这挺不方便的 亲家 真的谢谢你 不用了 我住在这里 我会觉得更不方便 走 走 好 好 可能是今天走太多路了 有点累 那个爸妈那你们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等一下 你现在是什么意思 我们大老远过来看你 你还跟我们赌气 说什么要带我看北京的侧面 说什么外在的虚容 你说 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没有啊 妈 你想太多了吧 我觉得你们千里条条跑到这里来 放着酒店不住非要去住人家家里 这是要干吗 你听听 你听听她这什么态度 佳玥啊 爸爸妈妈大老远跑来 那是关心你 你 你这种态度 爸爸就不高兴了 我知道 你们是关心我 顺便关心一下正好工作的问题 不就是担心她能不能赚钱吗 妈 你这样当着人家的面 然后酸溜溜讲这么大堆话 不觉得我很尴尬吗 你现在觉得尴尬 那你当初就不应该 着急地下来北京 我说他们家条件差 我有说错吗 你现在明明就是过得不好嘛 好不好是在人的心里面 不是物质条件 你看看真好 一点也不上进 眼高手低 每天骑着脚踏车送外卖 还自我感觉良好 但还拖着你一起去送外卖 早知道你是过这种生活 那你干嘛牵你条条架来北京啊 你干脆在台北架给一个穷小子 起码离家近一点 妈 你现在说到重点了 就钱的问题嘛 是不是 好 我不跟你讲这些有的没有的 我就只问你 真好她现在到底是什么打算 她打算怎么挣钱 怎么养家 她没有不养家 她也没有不用心 我们再等一个时机 等时机 就这么巧啊 早不失业晚不失业 一结婚就失业 还有她那个妈 明明知道她儿子失业了 还隐瞒我们 只想到我就有气 这是不是摆明了骗婚啊 不是骗不骗婚 你这话说得太难听了吧 你给她一点时间好不好 我告诉你 就算她现在婚前是失业 我也会嫁给她的 我不是为了钱嫁给她的 你看看她 她这是什么态度 嫁瑜啊 爸爸实话跟你讲好不好 这一趟我跟妈妈来啊 就是想了解 你到底过得好不好嘛 就借这个机会好不好 你呢就不要激动 放轻松 把心里的话都告诉我们 你到底是过得好还是不好 我现在生活没有什么不好 我过得很幸福 我嫁一个好老公 我住在适合院里面我很开心 我觉得心里面很充实 可以吗 我真的很快乐 你上公共厕所也很温馨吗 对啊 一边上厕所一边聊天 我觉得很温馨 佳玉啊 在爸爸的感觉 你现在是因为刚刚认识 真好这时间不长 所以你觉得很新鲜 你觉得很快乐 但是这时间一过啊 你很快就要面对 生活的实质问题了 我想那个时候啊 我认为你不会快乐 会的 我跟张傲在一起真的很快乐 我可以把所有的不开心 变成开心 我没有努力这么做的 我请你祝福我好不好 好 干嘛不上去啊 人俩是找你说话 我上去干嘛 杰伦现在正处于不待见我的时候 跟这儿等你挺好的 走吧 我 我来了 行吗你 行 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啊 你做的磕仔鲜 全都埋着 真的啊 真棒 出发 你 你说什么 人家会嫌弃咱们 你又多小了 你是没看见佳玉妈妈那个样啊 就是嫌弃我们家得调节 不 你房子是刚装好的 再这么说了 可这满北京城 你能找出几个像我们家这样的小院来 他那个表情啊 他那个态度啊 人家态度怎么了 肯定是你多心了 我多心 我真希望我是多心呢 对 他还说 说什么 经济实惠 拉伟欣过日子可不就得经济实惠吗 怎么着呀 经济实惠就委屈他们家闺女了吗 你就别瞎琢磨了 你再怎么琢磨 你能抓给人心里去吗 你知道人家到底是什么心思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不是就跟你道伍道伍吗 我还怎么跟谁说呢 我说什么 哎 哎 要不然你回家吧 我还一会儿呢 送完就完了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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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姐 你干嘛站厕所门口啊 没有 我走累了 脚酸 脚 脚好酸 口酸 你这什么烂理由啊 你口实心扉 着急快要做饭吗 走 小壮姐请喝酒 干杯 走一个您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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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我听说你爸妈来了 爸妈来了还不高兴啊 别提了 你知道我爸妈有多烦吗 一天到晚在我耳边碎碎念念得我烦死的念得我要崩溃了 有什么可念哪 你现在多好呀 幸福美满呢 还不就为了真好的事情吗 我就跟他们说 年轻人换工作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他们就不听啊 哎呀 算了啦 反正我妈对正好本来就有很多意见 好可换工作了 我怎么不知道 正确的来说呢 是丢了工作 现在失业中没工作 丢工作了 是 难怪我叫您一直看到在送外卖 不是她怎么会丢工作的呢 就是她那个老板啊 本来平息就怪怪的 正好就跟她同事在她背后说了几句话 然后就被人家打下报告了 我跟你说啊 你跟我说这事我一点都不吃惊 好哥这人表面上看着挺聪明的是吧 其实傻着呢 而且不单傻还要面子 你说这还叫事吗 你自己走到老板面前说 那个老板对不起 我有一些那个不当的言论 不就完了吗 不过他肯定拉不下来这脸 可是一直送外卖也不叫个事啊 他肯定不甘心 他能甘心吗 他不甘心的 对吧 你说对了 他跟你说得一模一样 看来你很了解我老公嘛 那当然了 我跟他是从小光屁股一起长大的 我能不了解他吗 当然了 现在肯定是你最了解他嘛 你跟他最亲近 说真的啊 有事需要帮忙尽管言语 义不容辞 梁子啊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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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朋友吧 对对对 怎么不跟大伙介绍介绍啊 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真心 不好意思啊 我待会过来啊 宝贝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还给朋友介绍你呢 我又不是你女朋友的身份 你是在乎这个名份啊 那还不简单 我现在就告诉所有的朋友 你是我的女朋友 行了吧 别别别 我们说好的 以一个月为限期 今天到期了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吗 你当真了 您这八五后 是不是张口就是玩笑话 我都当真了 你到底哪句话是真 哪句话是假呀 你别生气 别生气 你看杀杀最近 不是都挺开心的吗 对不对 你忘了 你说等 等到期以后 再考虑要不要光许 原来你是为这事生气啊 那你是怎么想的 就现在这样挺好 我又不是开不起玩笑的人 那你想不想跟我许 你不想想 要许多久了 我跟你说我跟你可不一样 我没有时间跟你在这玩 我可是要认真 谈恋爱结婚的人 如果你直接想玩玩 你找别人去吧 老伴 这是送给你的 打开看看 喜欢吗 来 我给你戴上 老伴 老伴 我不想跟你学 我想传向 老伴 老伴 来了 你 您不就是手帮很淘一破圈儿吗 至于美生这德行吗 你懂什么啊 这叫定情物 知道吗 定情物 行行行 吃饭 什么结婚 妈 你也太直奔主题了 我们俩现在感情挺好的 何必在乎那张纸呢 他送你一胶圈 唱手上也这么美 我也那么美 他就算送我一胶圈 那也是大胎胶圈 我就不明白了 你俩怎么这么不看好我呀 佳玉 你说一空档花 我看一下 名牌 卡蒂尔的 不过上面还有小钻 这个少说要几万块 有缘故 几万块 这么贵 我看看 名牌 看吧 我的天哪 这不是铁色的窝的吗 我怎么都觉得掉着色了呢 这个 羡慕嫉妒狠 我都拿着钻石删死你 他有毛了 你特有毛了 好好吃饭 好好吃饭 那小梁一个月挣多少钱 他们这行业 三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 都我看他每天行头 都不带重样的 估计还是有点实力吧 妈 前段时间可是您说的 我只要找一个人 人好 能踏实过日子就成 现在又这么现实地 问我他一个人挣多少钱 你懂点好赖 妈是为你好 总得有房子结婚吧 他有房吗 没有 不过他有车 宝马车 那车是八十万的 贷款买的 这位怎么想的呀 他怎么不贷款先买一房 那贷款买一八十万的车 这是我们年轻人的一种 生活态度 我不管你是不是年轻 我不管你是不是生活态度 你结了婚住车里吗 我们租房住行的 要是公事 你小来 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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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镯子是当吃还当喝呀 吃饭 我们家真心的总算快嫁出去了 一个镯子好几万块钱 你说这年轻人现在 怎么那么能花钱呢 这使人家重视咱们家小心 这是一件好事 我也是这么自个劝自个来的 等结了婚呢 他们就知道过日子的难了 家喻一开始都能花钱呢 现在可倒好 比我还抠门 要我说呀 咱们还得请人家家喻的爸妈 吃个饭 是不是 虽然人家上回啊拒绝了 但是咱们还得再约请 否则的话 显得咱们心不成 成 我先来打电话 从今日起 你 每日正午 去自己公门口 专利一下 会党的事成 电话 你帮我接嘛 出事 喂 亲家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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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亲家母在吗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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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等一下啊 我跟你不会如此 会得过本宫的心 来 来 别挡我 你不要挡我嘛 你看嘛 那男主角怎么可以这样呢 喂 怎么还说话呀 别着急啊 也许正上算所的 我这还得包饺子呢 我跟这 免提吧 这怎么就结束了 人家看得还不过瘾 你在里面干嘛呢你 我 我在很用心地在把真好找工作 不用 不用费心了啦 那个真好啊 分明就是眼高手的 家喻还叫我们对他有信心 我看啊 根本就没出息 拜托你 别再说这种话了 家喻都很不高兴的 他不高兴 我还更不高兴呢 当初我们就没有同意他嫁来北京 你说这真家有什么好啊 要钱没有钱 要房子就是破破烂烂一个四合月 现在还要我们家喻一起去送外卖 我想到我心都寒呢 你心寒 为时已晚 来不及了 我可觉得不晚啊 我跟你说 我一定要想办法 让家喻脱离苦海 把家喻带回台北 干什么 要让他们离婚哪 这都什么年代了 离婚又不是见不得人的事 好 咱们就借这个机会啊 跟他们当面好好谈谈 看来 我得召开一次双边会谈了 对了 刚才秦上部打电话来 跟你说了些什么 你刚才不是在里面接了吗 是啊 我接了 我把电话拿出来交给你了 你没有跟我说 他要跟我讲电话啊 你没跟他说话 没有啊 完了 完了 你说 我们刚才两个讲的话 他会不会全听到了 应该不会吧 不管了 不管了啦 反正我们要去找哈门谈判 管他有没有听到 妈 爸 要不然咱们进里边聊 妈 妈 我们进屋聊 你们俩孩子先进去 亲家母 有些话 咱们 面对面地把它说清楚 藏着掖着呢 心里头也不舒坦 您说是吧 好 亲家 那我有话就直说了 如果也有些不好听 希望你不要生气 谢谢 我明天就做一件事 就让她们社会 我认识你 就要留下来 我认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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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吗 我认识你 你认识你 你会认识你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跟她们的事 我认识你 还有一个和你 你不认识你 男人应该要有男人的担当 她现在每天骑个脚踏车 送外卖 这像什么话 第三 我感觉我女儿在这儿 过得不开心 您的意思是说 您闺女爱我们家是稳去了 我不敢这么说 但嘉玉是我的女儿 我了解她 我这次来到北京 我发觉她脸上 连笑容都变得少了很多 虽然她嘴巴上说不在乎 但是我知道 她过得并不好 亲家母 只能说话吧 得凭良心 嘉玉嫁到我们家 我生怕她不适应 我没事我就带她出去逛街 我陪她说话 有什么好吃的 我休先见着她 就说你装修吧 基本上都是按照她的意思装修的 您说我这份心 就对我亲闺女也就这样了 您还这么说 我真的觉得 说得是啊 我 我们能够有啊 这么样一位台湾媳妇 疼还疼不过来呢 怎么能够让她受委屈呢 我不是说你们对她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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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她毕竟是我的女儿 我太了解她了 我太了解她了 她现在的生活 离她想要的真的差太远了 我们俩要是知道 她嫁过来是过这种生活 我们当初就不会同意这门婚事了 你俩干吗呢 怎么 有什么好看的 妈妈来了 还吃呢 亲娘母啊 我们不要这么严肃谈这个事 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也是为了想两口好吧 是吧 亲娘母 其实实话说 我们一直觉得 正好这小孩很聪明的 我们也在想啊 是不是让她去学做生意 如果生意做好了 赚了钱 也可以在台北买房子 是吧 现在两个都已经直行了 她可以跑来跑去的 如果她住台北习惯 将来就在台北住了吧 您的意思是 我儿子 不是等于上门女婿了吗 这跟当初你们说那入赘 一个意思吧 对啊 当初说好的啊 妈 你先别管我们的事情好不好 大人说话 小孩不要插嘴 叔叔阿姨 这样好不好 今儿晚上我做东 请大家吃饭 咱吃法国大餐 好了 那个是这样 我们觉得 这些事 还是我们自己处理比较合适 其他人其实都 都使不上劲 对啊 你不要一直干扰我们的事情好不好 你自己处理 你自己处理得了吗宝贝 是啊 你处理 你还骗我卖股票 你要是不缺钱 你怎么会四处借钱呢 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啊 生个孩子能花多少钱呢 生孩子 你们俩计划生孩子怎么没有告诉我 啊 时光 沉寂的味道 故事瞬间 能够体会 它的滋味 经历 这一百年的沧桑 一份沉淀 透着沉香 穿越那雪茄繁华 和时空距离 才终于让我找到你 让我走进你身边 才发现自己 已深深爱上你 哦 耶 相信 纯净的爱情 纯净的爱情 只有时间 能够考验 它的真假 经历 共同的感受 爱才会变得浓厚温暖 走过那临时街巷和匆匆人群 才定意让我找到你 当我弄进你心里 才发现自己 已疯狂爱上你 路逐火烧 我加一杯珍珠奶茶 如果你飞隔一块吃的 真的能有点感觉 绿大棍很热乎乎的炒干 我吃完优雅的一抹鱼 来上一杯咖啡也不错 带上你的女友 走去狐狐狸一同 走着你 你不能飞 但今晚愈来愈 什么都要严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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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